至于县议员田韵新则是在总咨询时提出 矿石税分配不公 刷改工程废料的处理方式 以及摇烧废料是否需要还评等议题 希望县府能够加以考量 秀林乡名在议会前广场拉起了白布条 抗议矿石税金分配不公 矿石都在秀林 县府凭什么拿走95%去统筹运用 去年分配凤林拿了5000多万 秀林采不到3000万算什么 我们是主人应该倒过来让我们来分配 因为政府它分配不公嘛 矿区是在花莲秀林乡 为什么我们的矿区要分给13个乡镇 而且比例也不公 矿污染源在我们秀林跟新城 为什么我们只拿到5% 5%跟13个乡镇分 这是太不厚道了 一年高达9亿多将近10亿 那5%大概是多少钱 5%就是我们原住民秀林乡是2600 其他就分给13个乡镇 我知道的是新城好像是106万 这次很多议员在挤 就是说他们想要看 县府一直说是要做公益啊 可是没有细项这个部分 你怎么看 对 它政府从来不公开 因为11.5亿 剩9亿去哪里 我在临时会说已经讲过了 他们都打不出来 这9亿去哪里了 你是特别紧关税 是用在生态 不是用在社福 第二个问题是说 5成 5成 我们绣林乡要拿到5成 请县长一定要听到我们族人的声音 而花林县议员田运昕也说 县长他分配不公 绣林乡亲希望重新分配 绣林乡至少要拿5成 因为污染都在绣林乡 如果是在你家 您要怎么做 族人都来这边抗议了 希望县长能够听到绣林乡您的诉求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